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你之前说 是这样的 我与周郎花灯结偶欲一见钟情 可惜彼此不知身份 直到昨天被逼成婚 才发现是天宫作美安排的一段好良缘 原来如此 恭喜啊 祝你们白头到老 那我们走吧 镜主你看 世事难料 百转千回就在一瞬间 不识周郎是周郎 或许 我真的错了 公子 您没错 您也没犯过错 不管是沙场之上还是皇宫之中 您一向运筹帷幄 您没犯过半分差错 那天你们也看到了 那个街上的女孩被逼嫁人 以死相抗 可她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公子是不是在担心 郡主会在河津的路上自尽 可是我们来浮渔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以备他日起兵吗 公子 您不能心软啊 其实 事情不一定像您想象的那么坏 您上午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杀戮 若大唐浮渝能结秦尽之行 岂不是两方之佛 我不杀伯仁 万一伯仁为我而死 伯仁是 太子 长生 公子 倘若您真的不放心 您大可将身份合盘托出啊 倘若郡主真的对您有意 到以后 岂不是两全其美 不可 我等上处浮渝 公子的身份一旦泄露出去 纵使浮渝没有恶意 若被他人知道 后果也不堪设想 你们先下去吧 长生 不 长生 你干嘛 你干什么 不想和亲也用不着寻死啊 寻死 是 我就是要寻死 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其实我就是 我骗你的 明天啊 那个是别人送我的礼物啊 骗 骗我了 我先去休息啦 关心则乱 您乱了 父 长生 你不想和亲也用不着许死啊 嗯 不是 你 kingdom 我 还 你 我就